有一個人的問題是因為有了憂鬱症 以及要打針 有時那些藥影響人的情緒變差了 在這種情況或者是身體的病 例如情緒的病或者是身體的病 影響了如何依然是親近神和持續回到正面的思想呢? 譬如我自己有病 譬如我感激神,我真的很久沒有病 譬如我一生病,睡在床上 我又會爭取睡覺,我想快些康復 我真的會盡量整天睡覺 我睡在床上,就算我有病,我都會感謝神過 我不是感謝神過有病 我是感謝神,神依然愛我,神依然祝福我 總之我在病的時候,我會更加抱著神 神啊,多謝你,阿里律啊 你是愛我的,你是關心我的 你會醫好我的,你會給我力量的 當然我也會祈求神啊,你叫我快些康復 讓我快些去服事人 我會在疾病的時候 在這個情緒的情況 我也曾經試過,因為人的閒話 和人的攻擊的說話 曾經試過一段長的時間 有一種懼怕自己走出來 那我就一發覺有懼怕 我有一件很重要的 我就是知覺它是不正常的 是不好的 我不會當它沒事 我會說這件事是不好的 那我就用個思想和靈去處理 那思想又怎樣呢 神是愛我的 神是體重我的 我不需要怕的,神幫我的 就用正面的思想去取代 當我一發覺我裡面有點不妥 我就不會由它繼續下去 而是我立即會處理 立即會說,神在愛我 神和我一起 我會一直讚美神 阿里律啊,感謝耶穌,放下重答 那我就發覺輕鬆了 我就感謝耶穌 就是我會時時都會在 無論是身體的病 或者是有懼怕 或者其他不開心 有時都會有些不開心的事 我一定會祈禱到我鬆為止 就是我不會說 不開心就由得它在這裏 我不會容許它 那這個是會 當我們這樣刻意處理一個選擇 我選擇用正面的思想 取代這個負面的思想 神在愛我 還有選擇親近神 我又選擇繼續停留在正面的情緒和思想 其實情緒可以選擇 不過有時我們未必立即進入 譬如說我選擇喜樂 但你未必喜樂到 你的心還留著 但耶穌在愛我的 阿里律啊 我是可以開心的 耶穌看著我的 耶穌幫助我的 我一直去convince自己 我是可以開心的 去改變我自己的心態 那我真的將一段長的時間 那些懼怕是拿走了 就是這個是 以前我是會自動會害怕的 因為曾經有人說的話 但我現在是沒有這個情況的 這個是可以醫治好的 但有些人的情況比較嚴重 嚴重的時候就更加需要 要更長的時間討告 就不要想著做功 而是享受神 讓神去醫治我 還有更多走在神的路上 更多刻意處理 刻意處理是很重要的 不是隨意 不是由得他自己自由發展 是刻意去處理的 為何也會失去 三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一十五 二十五 一十五 二十五 一十五 一十五